太太就離家出走了 去住外面了 你也沒有打電話給他 那後來是怎麼樣子簽字的 後來後來就是他就可能他也心死的嘛 他就傳簡訊給我說 不然我們去辦辦一下 簽簽一下 對啊 那我就好 就未回好 就這樣 就辦了 因為太太他也是念法律 所以我們都很理智 所以就很快就解決了 所以他現在也沒什麼糾紛 也沒有什麼是還好 那你第二次婚姻的時候 會刻意不找讀法律的嗎 會 真的有 我們就不要近親繁殖了 我們就找一個不同的領域 這樣可能在話題上會比較好 比較有 我覺得會比較有趣 找一個不同領域的話題的人 你在生活上 或是在事業上 工作上 我們這樣聊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樣彼此溝通上 會比較有 簽字文要去那個嘛 護證事務所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就離婚完成了 然後兩個人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說什麼話或者是 沒有 就你走 他走他的 我簽字的時候我是在流眼淚 然後我看到他就是比較 就很冷靜 他現在也在冒汗 對 我每次講這個我都會冒汗 他就會比較冷靜一點 那簽完字 因為我哥哥陪我去嘛 我就會留眼 我哥就是這樣拍拍我 就是拍我 按我就不要再哭了 男人真的很好笑耶 然後簽完就 你鬆什麼 前面那麼兇 那個不理他 然後又主權之身 最後女生被傷了一次兩次三次 心死了以後 就一點淚都沒有 反正變男生在 那個淚水是什麼 什麼樣的淚水 淚水就是 我覺得真的就像 老師講我有點不捨 遺憾跟不捨 遺憾說我們兩個 怎麼走到這裡了 對 怎麼會 怎麼會 當然也是我覺得有點自責 就覺得自己怎麼會 讓自己處理得這麼的糟糕 為什麼會到那一步 就簽字 其實真的是 簽字的那個薩納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 就是這輩子你覺得你簽名 最難簽名的就是那一次簽名 你看我們簽名簽很多 可是當你真的要簽那個字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當你簽下去之後 你的身分就改變了 你的人生就改變了 那你們的領域那麼近 都是唸法律 都是當律師 對 然後也都要開庭 總會碰到吧 不太會 我其實離婚之後 我沒有碰過他 改天可能會 因為你是當原告 他是當被告 我沒有碰過那種離婚 就是太太是法官 然後先生是律師的 那種同學 那怎麼可能打贏 那有碰到 真的比較尷尬 我是後來真的沒有碰過 所以還好 可是你當時你會掉眼淚 可是在中間 你沒有做過任何努力 你還是不 不能輸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牽制那一剎那 就真的會掉眼淚 可是過程當中 就真的還是很硬 可是看到那個結果 你還是面對 真的要面對那個結果的時候 還是心裡還是 那第一次婚禮的結束 讓你有什麼樣的檢討嗎 就是不要像這個先生這麼硬 對啊 你太太已經在找 在找替代方案了 你為什麼就是一直要說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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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嗯